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每次在討論諮詢戰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為了選舉 所以我們要特別講諮詢戰這件事情 當然資訊戰這件事情它蠻新的 全世界相關的 就是針對資訊攻擊 尤其是認知領域的這方面 我剛剛講的針對心理 針對認知 針對大腦的這種攻擊 其實近幾年 大概是兩年之內的研究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新的議題 並不是因為說 因為選舉 所以我們才特別要討論資訊戰 那更不要講說我剛剛講過 就是在中國攻擊的模型裡面 他們在2015年到2017年這一段時間 做了很多的整備工作 所以這些整備工作 會讓資訊攻擊整個升級 所以才會變得更嚴重 那再來就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因為資訊攻擊它的目的 就是要讓你這個國家亂 那當然說俄羅斯的做法 很明顯就是如此 這個我們在最前面的時候 給大家看過這個 俄羅斯如何讓美國陷入分裂 對中國也是一模一樣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政工具 他們之前在內部訓練的 這個文件裡面 就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我們對台灣做這些 這個所謂新戰跟輿論戰 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造成藍綠對立 人家就直接寫在文件上面說 請大家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要記得 我們要攻擊台灣 最重要就是要造成藍綠對立 那當然這個已經變得越來越 因為台灣不是只有藍綠對立 有各式各樣 也有自由跟保守的對立 你說企業跟勞工的對立 各式各樣的對立都會有 所以當然這個後面 就變得越來越精細 那一樣 它有時候不是只要造成藍綠的對立 它要造成藍營內部的對立 也要造成綠營內部的對立 所以這邊就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就是當時我有遇到我們在研究的時候有在做訪談 那訪談的時候就有遇過所謂在做政治公關跟行銷的人員 他們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他們發現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們以前在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有時候會對方跟他講說 現在幫我打韓國瑜 現在幫我打蔡英文 現在幫我打賴清德 他說這種案子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這在一般來做行銷做政治公關 都會接到這些相關的案子 但是有一個看起來疑似是從中國來的案子 那因為中國來的案子是老闆可以決定接跟不接 那他們那時候就問到說 那請問你要我們攻擊誰 他說要全部的初選的候選人都攻擊 就是郭台銘也攻擊 韓國瑜也攻擊 蔡英文也攻擊 賴清德也攻擊 你能夠想到的那些所有的候選人 他全部都要攻擊 那時候他就問我們說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每一個人都攻擊 那請問到底誰得利 這個意義在哪裡 我反而覺得這個才叫做正常 因為 比較不對的 應該說這個比較不成熟的操作手法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只針對單一候選人挺 只針對單一候選人做攻擊 那這個是比較粗糙的做法 俄羅斯的做法 他絕對不會這個樣子 當他要讓你這個社會陷入紛亂的時候 當然是每一個族群裡面都要做操作 這樣紛亂才會出現 所以如果是我單純想要讓這個國家亂起來 最好的做法當然就是每一個候選人都攻擊 這樣才會有他的意義 對立才會產生 那這個時候等到真的選舉都已經確定是誰要來選的 然後他如果真的決定要挺哪個候選人的時候 他也會變得很好收尾 因為他的那個Leverage 他的影響力就在 他知道要怎麼去回收跟恢復他本來所有的攻擊 然後變成是正面的一些標籤的放上去 而不是負面的標籤化 這是他們很容易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當他們在攻擊我們的時候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亂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呢 並不是要藍綠對立的時候 反而這是國安問題 應該是藍綠要攜手合作 要把國外的攻擊擋下來 這可能才是我們現在最重要 必須要做的事情 因為中國對我們的攻擊 要讓我們陷入紛亂 他會見縫插針 我們民主制度是 大家本來可以好好坐下來談 雖然我們彼此對立 但現在會變成說 我們雖然對立 對立到最後 就已經變得彼此不能夠溝通 那個是他們所想要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一旦產生了 他之後要來裂解我們的社會 就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那這個是我們所不樂見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 在這個資訊攻擊裡面呢 大家所要熟知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是要讓我們顯得更紛亂 然後顯得更紛亂之後呢 再針對特定的議題來做打擊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當他們在對台灣 來做這些資訊攻擊的時候 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 他可能會針對所有的候選人 到來做攻擊 然後讓彼此來產生對立 那這種對立呢 到最後可能會造成裂解 然後裂解之後 可能再來操縱選舉 這個就跟俄羅斯的模式非常相像 所以當我們那時候 在做訪談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一個例子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變得非常的擔心 那另外一個更好的例子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李毅 李毅這一個人 他當時不是被台灣的統促會 台灣統促會不是統促黨 那是分開的 他們在邀李毅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那個不是被我們趕走了嗎 移民署說這個不符合他本來申請的一個目的 後來李毅回去之後呢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李毅他本身是隸屬一些智庫 那智庫當然有他的重要性 然後那個智庫的那個相關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他在那時候對其他智庫成員演講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1124就是去年的選舉 不是國民黨的勝利 是共產黨的勝利 那這時候大家聽到還全部鼓掌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就是 因為在他們的眼裡面 國民黨跟民進黨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對他們來講只有說 誰要來當我們代理人的問題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 他會認為全部都是我們共產黨所要操縱的 至於你藍綠要怎麼對立 所以就是我們要來見風插針的地方 但是台灣的社會現在反而不是如此 會以為說我們現在談論這個事情 就可能是要幫助特定政黨 然而如果大家肯去跟這個國民黨 內部的一些人事接觸的話 大家應該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就是去年選舉 其實國民黨受傷其實比民進黨來的更重 為什麼 大家應該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國民黨現在對於一個 不是他們自己捧起來的候選人 感到非常的不能說無奈 但是就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 他們就是資訊攻擊受害的一方 所以他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 該怎麼去解決它 所以他受傷更重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時我們在推這些相關的法案 或者說跟大家講說 資訊攻擊是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很多甚至是藍 不管是淺藍或者說甚至有些深藍的 他們是支持這樣的一些講法 是因為他們自己都知道 原來這個叫做資訊攻擊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應該不太是 我們在取笑說 到底有什麼亡國感啊 或者說我們到底要怎麼去 這個什麼做成藍綠的對立啊 這個反而是應該現在大家 全台灣應該要攜手 一起來解決的問題 因為它畢竟是國安問題 如果它的目的就是 要造成我們彼此之間的對立 說真的它現在非常的成功 那如果大家現在再繼續這樣對立下去 變得不能夠討論事情的時候 那只會越演越烈而已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理解這件事情就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資訊攻擊 就是說它到底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它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這個如果我們能夠理解 它最主要是讓我們亂 那我們能夠把這個勢力先擋下來的話 那對我們台灣未來的前途 會變得非常的有利 那等到大家都已經把這個外面的勢力擋下來 不讓他們來見鋒插針的時候 我們再來要彼此對立 自由保守派要對立 反同挺同要對立 藍綠要對立 再慢慢做都還不遲 因為民主本來就是大家的意見都不同 不太可能說我們大家的意見都相同 那這樣反而會變得我們比較像中國 所以當大家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去接受 我們再怎麼意見不同 但是我們是接受民主這樣的一個體制 我們願意用民主來解決事情 而不是讓別人來見鋒插針 讓我們別人的彼此越來越對立 因為他們變得快